它们品种不同,所以颜色会有一些差异 这种就比较橘黄,这个的话就比较土黄 那它们真的拿去做料理的时候,口感上也有一些差异的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跟合作的生机公司那边拿来的 因为它们的效果上面其实有一些差异是我们在研究的内容 而这些感光材料上面呢,会有能够辨认EGFR这个蛋白质的蛋白质 那就蛋白质去辨认蛋白质,使得说我们的材料都是跑到癌细胞去 而不要到正常细胞 而我们这个具有必要把效果的奈米材料呢,里面包含着姜黄 那如果更科学的词汇的话,就是说它包含的是姜黄素 那姜黄素是姜黄这样的产品里面最重要的成分 那在照光的状况之下呢,就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那这个自由基在我们生物里面的词汇就是很多含有两个化合物的自由基 那这称之为ROS 那如果是正常细胞的话呢,因为它正常细胞上面没有大量的EGFR 所以我们的材料辨认不到 换言之呢,我们这个材料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标靶效果 使得姜黄照光之后,产生的自由基都是在伤害癌细胞 而不会影响到正常细胞 我们先以没有副作用而能够达到治疗效果的方向去进行 那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呢,已经得到中华民国专利 但是如何在临床上面使用,使得民众真正可以受惠于这样的治疗 我们希望呢,希望有医院的医师,或者是生技公司,医药公司能够跟我们合作 那同时呢,我们也还在进行一些其他的研究 使得这个标靶效果,光驱动的治疗可以达到更好 那让更多的癌症病患能够受到帮助 感谢观看